1950年代,真实的斗地主,这个地主又小又矮,长得像文松 这张照片大概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初,拍摄地点不详 照片右侧,那个穿大褂的人,就是地主 这个地主,长得挺矮的,长得也很年轻,目次20多岁 你看他的长相,好像一个人,像喜剧演员文松 文松是搞笑的,但画面中的这个小地主却完全笑不起来 此时的他,被反绑双手,一副低眉顺眼的样子 小地主肯定不敢造次,周围都是翻身的解放的农民 他胆敢说个不字,必将受到人民的惩罚 他也不敢逃跑,旁边还有我们鹤枪实弹的民兵 看那赶长枪,明晃晃的,看着都让人心里一颤 他跑得再快,也没有子弹块 旧社会实在是太黑暗了 据统计,占人口不到10%的地主,富农 占据了农村70%到80%的耕地 那些没有土地的农民怎么办 他们只能依附于地主,给地主扛长工 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,累死累活地干了一年 只能保证自己不饿死而已 也就是说,很多失去土地的农民 连温饱问题都没解决 旧社会,处处充满着不公平的现象 穷人慢儿育女,富人草菅人命 穷人忍气吞声,富人想打就打,想骂就骂 穷人只能一代比一代穷,富人却一代比一代富 多亏了共产党毛主席,带领穷人闹个命 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,彻底消灭了地主阶级 这才使得穷人翻身的解放,人人当家做主 现在仍然有一些人,还会为被消灭的地主阶级唱晚歌 这些人当中,可能有一部分人是地主阶级的后代 还有一部分人,是一些是非不分,数点忘足的人 如果你上属三,四代,你家若是穷人的话 你就不能忘记,共产党毛主席所实施的伟大的土地改革 否则的话,你也太傻了吧 订阅我,一起聊聊